藍白手舉了 匪憲亂政 假民主 反民主的 反改革 國會改革方案 我要特別點出 韓國議院長 以及卓萬來秘書長 必須負擔很大的責任 我們今天來到憲法好庭 最主要是什麼 要捍衛憲政體制 要維持憲政秩序 今天民進黨黨團以至釋憲申請人的身份 我們用一個非常嚴肅的心情來面對這次憲法的宣判 我們要知道這個是憲法時刻 當然也是歷史時刻 我們要知道我們只有一部憲法 沒有一個人可以站在憲法對立面 每一個人都要向憲法低頭 我們要強調 我們今天來到憲法庭 最主要是什麼 要捍衛憲政體制 要維持憲政秩序 文長對於藍白手舉了 匪憲亂政 假民主 反民主的 反改革 國會改革方案 我們提出兩點的挑戰 第一點當然 作為那個 憲法委員 我們在第一線跟他交通 感受是特別深刻的 尤其我們今天要談的就是一個 承維性的違法 那承維性重大 嚇勢甚至已經到了違憲的程度 比大灣499標準 最程序性已經違憲 那程序性違憲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沒收整個國會 沒收民主 沒收討論 沒收委員會 沒收協商 那你30年來從而沒有發生過了 佔領主義一台 用第一手表決 這不是違憲 只不算是違憲 第二個 我們 當然這裡面 我要特別點出 韓國瑜院長 以及作案來秘書長 必須負責很大的責任 他們有權利 也有能力來 防止這個行為 必須走下去 黏壓過去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當然說 實體性的問題 南白合作可憲亂政 最後只有一錢獨大 侵害到 侵害到司法前 侵害行政前 乃至於總統的權利 才會發生歷史上第一次的事件啟發 我們希望這個是第一次 也是最後一次 所以在這裡 我們有遺憾 我們一路讓看到 南白乃至於學者 他們的學者 就共同做一個事情而已 烏美大好官 攻擊大好官 挑戰大好官 甚至恐嚇大好官 甚至要 要刪解預算 這些行為 這些行為 就像黑道行為一樣 難道這個是 我們要的民主嗎 請大家要好好思考 為何要給人們放入 他的行為 在這裏面 順路上 請大家一下子宮 請大家一下子餐 請大家請大家下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